在死定上有一款看上去非常可爱休闲的免费小游戏 是一个小女孩独自在家里发生的故事 然而它的标签里面却包含了恐怖和心理恐怖 玩家们也给出了好评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千万别被这款游戏的外表所欺骗了 这款游戏其实是暗藏玄机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游戏来尝试一下 好 我呢就是这个粉头发的小女孩 妈妈要出门了 她让我们好好在家里面待着 不要到处乱跑 好的妈妈 你觉得我会乱跑吗 我先回房间 好 我们可以稍微调查一下房间 比如一家公主和一家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日记本 但是呢 没办法读 闹钟 也不喜欢 也可以跳上床 但是这里都没有什么用 我们直接出门 上面有两个房间 这是妈妈的房间 妈妈不允许我进她的房间 这个呢 中午的时候已经叙叙过了 上面这是厕所啊 往左边这里走 这里的话 嗯 阳台 算了 什么都没有 我们下楼看看吧 好 这边呢 看家里有一只乌鸦 乌鸦这个东西是可以存档的 之前我们玩狂富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 往上走呢 她这是后院 但是我们暂时不想去后院玩 右边走呢 哦 可以看到 这边是厨房 这个厨房是性冷淡风的 颜色跟我们主角有点不太搭 这是 这个不能打开 这是备份钥匙 不能拿去玩 冰箱里面有块蛋糕 但是现在不想吃 这边呢 哦 这也是厕所 好 我们现在出门 不能出去吗 哦 有人按了门铃 是谁来了 虽然说妈妈告诉我不要乱跑 但是有人按门铃 我还是要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这这个大门怎么就没有门呢 不是应该有一个大钢门摆在那个门口的吗 这是一个红头发的小孩 他说好奇怪啊 怎么了 他也不知道 就是觉得奇怪 哪里让你感觉奇怪了 我也不清楚 我看是你这个人奇怪吧 我问他要不要去我家玩 他说他不要 我今天家里没人呢 哎 要不要去我家玩一下 我一个人很无聊 我们玩点刺激的 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康康啊 哦 我家里还有块蛋糕 我请你吃怎么样 蛋糕 好吧 这个小男孩经受不住诱惑 一块蛋糕就把他骗到自己的家里来了 哇 他发出了惊叹 哦 坐到了我的沙发上 你家真的好大啊 沙发也软软的坐起来真舒服 看来他家里面连沙发都没有嘛 那接下来我们玩什么 先等一下 我先去旅行我的约定啊 我去把刚才说好的蛋糕拿给你 反正我也吃不下 这个蛋糕呢 放在冰箱里面 好 把蛋糕拿上 来 掐蛋糕 好 他对我表示感谢 哎 又有人 来了啊 今天这个好热闹啊 这个小男孩我认都不认识就把蛋糕给他了 哦 这是谁 是你暗的门里吗 你别走啊 他问我有没有看见红头发的小男孩 那当然看到了他就在我家里面啊 他怎么跑到你家去了 还是我邀请他去我家玩的啊 那这个人呢 他现在要去见他 因为要叫他回家了 没问题你跟我来吧啊 这个呢 应该是小男孩的哥哥啊 叫他回去 小男孩呢 叫康泰啊 谁在按门铃啊 我觉得今天一个人在家 有人不停的敲门 哦 是你按的吗 我们家门口明明都没有门铃啊 对不对 呀 好可爱的狗狗 哇 这吉娃娃可爱吧 叫什么名字 豆不动 汪 他叫了一声 呃 我也邀请他 跟我们一起玩 到我家里来 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口味了 哎 你说什么呢 刚才才进去两个人呢 哎 那我们现在又让人跟我进屋 不是 这小女孩有毒吧 你妈妈让你别乱跑 你见到陌生人就把他带回家 好吧 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吧 好不好 哎 他答应了 来吧 哎 我这个家这么大 来多少人都可以啊 你不该让他跟你进来的 这 这谁在跟我说话 他不是我们的目标 你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我 这 这人怎么没进来 哦 他又在外面这里 我们又在跟他对话了 我好像没见过你 但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们刚才明明见过面的呀 哎 现在多了个让他离开 我先还是邀请他吧 哎 到我家里面来好不好 快来 快来 这次我先等一下他 你到门口来 好 进来 让他离开 这是谁啊 他让我让他离开 这 我 怎么又是同样的对话呢 这是什么无限循环 那我就让你离开吧 麻烦你下次遛狗的时候 不要在我家门口这边 我们现在开始凶他了啊 他对我们表示了抱歉 他只是路过而已 没事 你现在赶紧滚吧 他已经带着他的狗一起离开了 那这个黄毛丫头呢 我们就把他给赶走了 回家吧啊 那刚才那两个人呢 楼上传来了剧烈的声响 哎 怎么有血迹啊 哎 哎 哎 等等我啊 怎么跑这么快 什么 怎么了 康泰 啊 小男孩儿怎么跳楼了呢 搞不懂 怎么突然就跳楼了 这个好像又是循环了 妈妈又在盯着我们 不要到处乱跑 好的妈妈 那我现在又要回房间 又是一个重复的内容 我们是到了二周末 那好吧 我们先下楼吧 我们先出去看看吧 哦 又是他 啊 看来这真的是二周末 因为他已经死了呀 这不是第二天 这是重新来的游戏 他感觉好奇怪 我也感觉好奇怪啊 你明明就死了 那我们今天是准备干嘛 啊 又让他到我们家里来玩 看样子呢 今天他又到我家里来玩了 今天我们就要调查清楚啊 他怎么回事 好 我们还是先给他拿蛋糕 蛋糕来了 来吃蛋糕 哎 又有人在敲门 赶紧出去看一下 嗯 还是你 啊 那你还是在找他对吧 那到我家里去玩吧 没猜错的话 这小孩又不见了 应该是去楼上了 哎 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他是跑到楼上去了 这次的话 我们跟他一起上去看看 好 我也来 在这边吗 进不去 门被锁住了 康太利在那边吗 在的话说话呀 啥时候回家呀 嗯 他好像也不答应 那我们去拿备份钥匙吧 好吧 备份钥匙放在厨房的这个地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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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开门 这小子 我们看看他究竟在干嘛 咦 他在哪啊 不可能啊 他躲在我床底下吗 没有啊 柜子里面也没有 哪里都没有 咦 这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枪击声 有一滩血迹 这血迹跟我们之前见到的一样吗 又是这边 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小孩子 无缘无故的就要从楼上跳下来呢 这已经是第二次循环了 为什么他要跳 又是一天 这是第三次循环 还是妈妈在盯着我们 行 妈妈你先走 今天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今天一定要调查清楚了 好 我又下来了 我们出来看一下 又是这个小孩 每次循环 他都会站在我们家面前 那还是我们邀请他进来玩啊 还是说着同样的话 那我们还是去把蛋糕给他拿过来 来 吃我的爱心小蛋糕 这个时候外面又有人按门铃 我今天不去看了啊 我们吃完了去玩 我带你去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们到那里玩 什么有趣的地方 你去了自然知道啊 我带你去康康 吃完了啊 吃完了我们就走吧 去哪儿啊 前往后院 后院啊 从这上面走 这是什么地方啊 来 怎么了 他好像听见哥哥在叫他 哦 对啊 他哥哥反正后来是会来找他的 你听错了 我们别管他 我们今天自己玩自己的 你哥哥来了呢 你就会跳楼的 他好像还是很在乎他哥哥啊 哎 你别废话了 快点来玩呢 来这边玩吗 这边有什么可玩的 呃 你带我来这边做什么 难道你想玩捉迷藏 但是我们人数不够呀 要人多点才好玩 啊 当然不是捉迷藏了 在开始之前呢 你先答应我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加入我们 什么意思啊 啊 加入什么 成为我们一伙 哎 难道说 还有别人吗 啊 你先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加入你们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一起玩 玩什么 小男孩有点害怕啊 我不太明白 你不需要明白 听我他就对了 看着我 过来 到我这边 来吧 你想玩什么 我跟你玩 奉陪到底啊 哎 我已经把你要的带来了 这 游戏颜色画风怎么突变了 那我们的约定 还不行 没有到最后一刻 我还不能给你 约定什么了 真可惜 我还想 过去吧 那个绳圈就是你的终点 小男孩 这 这是要让他 上吊吗 哎 他不要 我不要 我要回家 哦 那我的话是在跟恶魔做交易 对吧 哎 你想回家是吧 先过我这关 嗯 这是魔女之家 你还是选择了这个答案 这是你内心想要的 不管重复多少遍 嗯 他怎么了 他好像看到什么了 然后往楼上跑 哎 刚才的这个关门声 我们之前 前两个循环里面 好像都听到过 那他应该在这里吗 哦 他把我自己的房间门 给锁上了 不要害怕呀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快出来 啊 你们敢相信 这是一个小女孩 跟小男孩说的话吗 这听起来就怪怪的 去厨房拿 备用钥匙 行 就让你在我的房间里面 玩密室逃脱 是吧 哎 钥匙呢 钥匙不见了 我拿到了枪 钥匙不见了 不是吧 我这是在哪学的 还会开枪呢 哎 他跑了 想跑 啊 你往哪跑 别跑 小伙子 我来了哟 哎 做什么 妈妈救我 哎 但是这个妈妈救我 为什么是粉色的字呢 怎么了 我把这个小男孩干掉的 是我干掉的吗 怪不得前几天 我们听到枪声 原来是我亲自 哎 为什么 为什么死的是我自己啊 为什么是主角死了 之前都是那个小男孩死的 也就是说 在前两天的循环里面 也是我们的主角杀的小男孩 但是他可能有一个表世界跟理世界 我们在表世界 也是看不到理世界里面主角的行动的 应该是在那棵树后面穿越的 表世界理世界 两个时空是平行的 计划失败 看来我的方法还是有点极端了 下次还是选比较合适的人类来进行 肯定是恶魔说的这种话啊 这什么 851216 是吗 然后游戏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游戏没有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游戏 它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文档的 大概是游戏还有两个隐藏线啊 隐藏线一呢 我们完成刚才这个之后啊 看到有一个隐藏的密码 851216 然后在厨房桌子的右下角角落 获得图画得知位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隐藏内容啊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首先到厨房 这边啊 有一张画耶 这画上面画的好像是一个女人的画像 好像又是一个杯子中间插了一根吸管 那上面是两个门 门的中间有什么东西 这个门的中间呢 应该指的就是二楼 这个位置 哦 这里需要输入密码 851216 哦 这是什么 嗯 就穿越了 开始了新的循环 嗯 这次妈妈怎么回事啊 她怎么不出去啊 你快出去啊 那今天可以有什么调查吗 哦 电视机 好像是报道的一个红头发的男子失踪了 你看是不是啊 新闻联播呢 我的日记呢 日记可以阅读了 今天在路上看见一个黄头发的女孩 她长得很可爱很可爱 我有点喜欢她 看起来她好像跟我差不多大的样子 还牵了条小狗 好可爱好可爱 真的好想跟她做朋友 跟她说话 陪在她身边跟她一起玩 今天真倒霉 路上遇到一个慌慌张张的大哥哥 把我的冰淇淋球撞掉了 我还没来得及吃上几口呢 呀 这可是我攒了几天的钱呀 好生气 写下来 不过看到那个大哥哥很慌张的 一直在找什么东看西看的 难道是掉钱了 按照上次的路走了好多遍 还是一直没有巧遇那个黄头发的女孩 不知道她家住在哪 好想再看见她呀 这就是之前那个养狗的黄毛啊 在家一个人玩 感觉好无聊 躺在沙发上感觉好冷 妈妈总是很晚回来 我好希望她能来陪陪我 独自在家真的好害怕 静悄悄的 有时还时不时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 哦 这是因为她这个世界里面啊 是有理世界表世界的这么一个循环的嘛 总是让我觉得黑暗中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我会不会像电视上那些新闻讲的 被坏人给抓走 她看得我了 那个一直站在路边盯着我家的红头发怪叔叔 最近每天都在窗外看见她在那里 我好害怕 妈妈你快回来 后面什么都没写 呀 这个时候就开始敲门了 哦 是垃圾桶 哦 几不臭的 这妈妈也不出去啊 好吧 我直接出来了 呀 她怎么直接掉下来了 这个可太缺德了啊 咦 你死了兄弟你知道不 果然啊 这个游戏是个无限循环的套路 那我们继续邀请她进来玩呢 哦 这个时候又不见了 哇 这是什么呀 这妈妈是引流之主啊 行吧 我先去给你拿蛋糕 来吃我的小蛋糕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这边已经有分支路线了 同时出现了两个我 其实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分支 行 我们这边前往后院 但是我估计啊 在后院这边我也会分身 她听见她哥哥在叫她 快快快快跟我来 我赶紧把你弄去死 那接下来 啊 我看到了 我们终于看到小女孩的视角了 原来这边是 这么多的恶魔啊 这才是真实的景象 小女孩眼里的世界 我们现在让这个小孩去自杀 也许她自杀之后 就变成了我们其中的一员 呀 小男孩 别跑 别跑 呀 他还是在跑 哦 为什么 他往上跑了 原来是看到 他哥哥跟另一个我来了 哦 原来整个世界 出现了分支路线了 呃 但是我感觉 他妈妈怎么在这抽风呢 我觉得 快他妈出来 哦 现在告诉我要去厨房拿枪 另一个我到厨房拿钥匙 所以说钥匙被人拿了 啊 钥匙被他拿走了 那我只能拿枪了 所以说我一上来把他打死 真实故事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最后是我死了 后面 哥哥跟另一个我也追了上来 我赶紧追上这个人 因为我要开枪打他呢 好 你死了 这个妈妈救我 它是粉色的字 小男孩先掉下去了 那我呢 死掉的是小男孩 这次不是我 这个家里面有无限多个我 可问题是还有一个隐藏 需要打开游戏文件夹 哦 这里确实有一个文件 然后把文件的名字改一个 还要靠改文件来开启隐藏结局的游戏吗 在乌鸦这里 进入第四个存档 这个存档里面有 哦 这是什么 救救我 我想救你 你得告诉我怎么救你对吧 这又是什么怪物 它怎么不理我呢 我也走不了 好 先回去看一下吧 呀 把你的那一部分给我 我会还你自由 但是你只能带那部分过来 其他的都不可以 切记 怎么回事 我 变成了 蓝精灵啊 那我们应该是继续往回走吧 这个地方 哦 这边有一扇门 什么 哦 我是被制作出来的一个人 很显然啊 这款游戏的谜题呢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开 在第二个隐藏线里面 其实后面还有非常多的内容 下期视频我们再继续把这个游戏给探索完 拜拜各位 拜拜